习近平难寻食的一句话表明中国绝不屈服于美国 习近平考察广东珠海时 强调制造业的核心就是创新 就是掌握关键核心技术 必须靠自力更生奋斗 10月24日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到党象征中国改革开放的广东 习近平是改革开放的核心原则就是自力更生 报道称 10月22日 习近平在珠海考察隔离电器时强调 制造业的核心就是创新 就是掌握关键核心技术 必须靠自力更生奋斗 靠自主创新争取 因美国而遭受到屈辱的习近平展现出国家战略核心技术 绝不能向美国伸手要的一致 10月23日 习近平出席港驻澳大桥的开通仪式 这座大桥之所以受到瞩目 是因为这座桥是为了连接香港 澳门与广东有个城市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而造的 中国计划将大湾区打造成能够与美国硅谷相抗衡的广域城市圈 习近平亲自出席大桥的开通仪式 展现出他与美国竞争的性格 另外 习近平还将参加下个月 11月5日在上海举办的第一届国际进口博览会 来自130多个国家的2800多家企业将参加此次博览会 即便中美进行着贸易战 谷歌 波音公司 通用汽车等美国的主要企业也参加此次博览会 报道还指出 为了对抗美国的压迫 习近平在外交舞台上也扩大了寻找邮军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带领500多人的经济考察团访华 日本首相将于10月26日与习近平举行首脑会晤 安倍晋三三天的访华行程中 可能会与习近平等中国国家领导人三次共进餐 韩国亚洲经济10月24日报道称 正在广东考察的习近平到访了深圳 深圳是中国开放的第一个经济特区 为了应对于美国的贸易战 中国将改革开放定为突破口 在这种情况下 习近平访问深圳也是为了巩固中国改革开放的意志